- 鞭脏有毒 专制不服 - 鞭脏青年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- 我是甲凡 19岁印象最深刻的一段 就是应该是我艺考看榜的时候 - 跟夏日的魔毛大师 - 然后早上起来可能六七点 - 会不会马上开始艺术一块去看榜 - 没有 我觉得都还挺好的 -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 - 能认识到很多新的朋友 - 然后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们 - 能够知道我认识我 - 我觉得就像我说的音乐跟声乐 - 好像是从我生下来的时候 - 是我身体当中的一部分 - 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 - 如果是哪一天我不唱歌 - 或者就没有音乐 - 我的生活就点个什么样子 - 我头大吗 - 就看看我以前的照片 - 不知道我什么事情最自触的 - 盘马思纯 - 我认识他 他不认识我 - 我觉得多读歌词 - 然后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- 大家一定要知道自己在唱什么 - 然后多读歌词 - 大送到老读歌词 - 或者有音乐声乐 - 帮助非常大了